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呃就就就就就2020年了就是那个那个 哦就开始有一点点 但是一听到哇12月 然后就想到哎呀我要找回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哦给你 那个火 他们两个把我做一份 然后呢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这个我就还很 还没有有很大的感觉的时候了 我就我的我的 我听到他那个时候呢就 大家跟我讲凯琳你一定要赞 1.5块你一定要赞 然后我就想说惨哦 PC23就快要结束了 那时候我看我的手上还没有关于的其实 然后那个时候我 我就 那个时候我就看到我的螃蟹 就在喊喊 喊喊喊 然后这些就我的喊喊做到了 我就想说 哎呦我一喊就做到我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 去哪里找啊这样走 然后可是我很开心啊 就是在PC24的第一天 16号那天我就用一天的时间 我直接翻到1.5块了 他就直接吓死来了 哈哈哈哈 好 ok 然后我是怎样呢 其实我是 相反的跟凯琳 因为我是 是我介绍的 我叫阿涵 ok 他叫Tri Sun Liao 我叫Tri Sun Liao ok 我是跟凯琳相反的 其实我是一当 听到这个LRP这个CADMAN的时候 我是很hot的那种 为什么 因为有钱咯 对啊 因为我是看钱比较中一个人 我相信你们两个也是 哇 ok 然后 之后呢 就是我的商线就是Jasmine 她就WeChat跟我讲 阿涵我们要等个话都要听 要等个话都要听吗 然后我就回复他 ok 我就ok而已 很冷静的 ok 因为我是内心很hot 但是表面是比较冷淡 我是一个很听话的商线 我现在叫我做什么 什么东西我都会ok 都做给他的 是真的 是真的 那我啦 我其实 刚开始我听的时候呢 因为我11月的时候 我11月头 如果有朋友留意到我的一些状态 就发觉我好像一直进出医院 所以那个时候 我自己本身就有一些事情 健康上的问题 就是进医院做那个盲长的开导 所以十一月整个月都一直在休息 在修养 但是还是有一直有 我的一些顾客 还是一直会在网络上做一些销售的 所以呢 当知道这个LRP这个Inventory的时候 我真的真的觉得说 这个不是一个借口 就是当我自己不舒服在家休息 也不是一个借口 我想要说我要成为我自己团队的一个榜样之外 还想要成为我们整个团队里面 第一个先发 没有说第一个先发 就是说先让大家看到说 这个Inventory是可以的 这个公司给我们这个Inventory是真的很好的 因为我们都是看 钱 甚至在医院都是很开胆的 对对对 这个我想要补充 我真的想要补充 就是在12月的时候 其实Datsby呢 她就是在12月16号那天 早上呢她打电话给我 凯琳我很不舒服 你可不可以载我去医院 然后我就讲说 OK了我就讲我载她进医院了 然后载她进医院了 过后做完全部的手续啊 入院手续过后呢 然后我就跟她讲 这样子她大概下午三四四点 我回到她 她那个时候她躺在病床上面 她躺在病床 她我讲 Heli你相信吗 我其实已经带了全部开箱的工具啊 然后那些什么工具 就是开单的工具啊 我上有拍照给你们看的 没有 我上拍照给我家人看 对 所以我教了她们说 你怎么开这么多户那些 对 她的那个行李箱很重 并没有书本那些 知道吗 然后呢 太激动了 然后呢 我就看到偶数她 这种东西在那个 她的行李箱里面 你知道吗 她真的是喔 她其实当时是很不舒服很痛了的 但是她都可以用这样的医力去饭 然后那个时候 其实我还没有有一点不快啊 她就跟我讲 你记得啊 我回家才回来 你记得啊 快一点无法 然后我就回家 然后我很记得 在使用胖那个时候 我从医院回家了 过后就是在 然后后来就开单 就 在当天 你跟我说 肯定为你的顾客 对 我还在过后 就是我一回家过后 不久我就 close到了 其实咯 我跟你们讲 Jasmine有惊口的干嘛 惊口 因为咯 她每一次 组长韩子 她每一次讲 你是可以做到的 好像之前我上SB的时候 然后她也是跟我讲 凯迪可以的 我讲可以咩 很可以的 我讲你可以你就可以的 我是这样子 然后再写的时候 我讲 可以的 可以的 肯定你记得啊 肯定你一定要快啊 然后结果就真的是快到了 因为我觉得说 因为他们两个也是领袖 他们自己下面也是有下线 也是有主员 也是有顾客 那如果你今天先做到些 你才能够 你才能够给下面的人下线 或者你自己的主员 才能去追 才能有一个榜样 甚至说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 你怎样快到啊 你怎样快到你下面的人 才会去跟吗 甚至会用你的办法去做 就像刚才我讲的 鼓语跟进啊 你明当啊等等 嗯 对对对对对 哇真的真的 哎哟 Jasmine好像 顶石成干嘛 刚刚刚 蓬佩甲两块石 被你顶石成干嘛 ok 下一个问题 你们是如何 发动还有 达标这个 LRP的campaign 真的呢 ok 这个如何达标呢 就是我是 就是 刚开始刚开始 刚开始就讲了 他只当ok而已 ok而已 我是完全没有想法 他只当ok而已 因为我觉得他是惊恐 刚刚也是这样 哈哈哈 我的SD也是这样 上来 ok 然后我是这样呢 他是主动跟我讲 你现在要就是最重要是列名单 ok 就是怎样列名单呢 就是帮你买过很小样 就算是一个洗头水 洗头水 都好 都要捏下来 就写下来 水水水 然后买过什么东西 三美兰灶啊 一块板啊 油啊 什么东西都要写下来 然后 就follow他们 就跟他们问候啊 拿招呼啊 然后 烈卵药 对 烈卵药 ok 然后呢 之后就 有跟他们讲 最近不是很好 有出去一个 EARM Bonanza ok 就跟他们讲 这个EARM Bonanza 有多好 有多便宜 有多值得 ok 就算给他们看了 他们就觉得 哇真的是很便宜 我其实最大印象的一步 就是顾客就是 ok 他是 慢慢来不要这样紧张 哈哈哈 你讲得太快了 哈哈哈 那个顾客呢 他是 其实他是12月的时候 是他的那个情况 是最不好的啦 因为他有一些 私人的事情 家庭问题 家庭问题 他需要用到很多 金钱上的东西 所以他其实是 对于买东西买产品 是他 也是Astral一个 啊 但是我这样子 但是我有算给他听 因为这个产品 其实他是一直以来 是很想要的 ok 就是公司有 推出这个 offer 然后我就算给他 真的是很便宜 然后他就觉得 ok了我就买了 所以我这个 我这个sharing 就是想 带一个信息给大家 就是不要想到 顾客最近很困难 没有钱还是什么 跟他讲 嗯 然后让他自己决定 嗯 这个是真的 对 这个是我做了这个 这个 changbang 之后 得到的一个信息 ok 所以我就 我是大多数 是出在 还有就是 Y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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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就是有去做 Servisa 就是刮杀 有跟顾客讲 就是内外调理啊 ok 然后 不会也是很相信我 他是相信到是 他是一家人 就是除了自己 自己就是 挂耳杀内外调理之后 然后他会跟我讲 我妈妈有什么什么问题啊 有什么什么问题啊 哦 你是一个 okok 就这样子哦 我就这样子办 到这个了 ok 我记得他入神了 因为我教他的也是一样 所以我也是一样类名单 所以呢 其实除了类名单之外 跟进与不过 其实我觉得 全部人都会的 最重要就是哦 也不要放过 任何一个就是 能够分享的机会了 尤其是我们现在 很发达的网络 所以呢 其实我在这个 PC 23 24哦 其实我因为 刚才我已经说了 我已经 因为个 社人的 健康的原因哦 我真的很少出门 你问他们两个知道 他们大多数都会过来 甚至有一些顾客 会上门来拿货 有一些就已经是直接去激活 没有面交 没有 因为我自己本身不能出去这样多 而且疫情也在一直 越高嘛 所以我也是在家比较 多 而在家的时候能够做什么 其实在家就很精 可以做很多东西啊 就打个比方说你可以 刚才他说的咯 找一些朋友 聊天 了解一下他需要什么东西 第二呢就是等等 第二呢就是跟进回你一些顾客 或者是他本身有曾经介绍过你的朋友那些 在他后面一直找人哦 嗯 我一般以上哦都是心圆 心的不可心血 哈哈哈 厉害厉害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让我很惊讶 因为其实你问我每一个事情的发生 都一定有他原因 一定有学习的意义在里面的 所以我们不要因为这个疫情啊 让我们去觉得说哎呀 咋的啦 不咋的啦 其实不是的咯 是看我们怎样去走哦 路是定了 但是你要转吗 还是只走 还是要看我们自己去选择咯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想说 我要突破嘛 因为不能出去嘛 我就尝试用就是说 用我们的网络啊 用我们的联络啊 还有用我们自己本身的知识 还有见证 这个很重要 就是share那些使用产品的人的见证 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 重点三声 这样呢 影响到一些真的真的哦 他是完全 从来没有给 没有分享过的新朋友 不是给你们share过一些 是陌生市场 直接是陌生市场啊 今天问资料 然后我就给他见证啦 然后知识啦 然后过后就跟他讲offer啦 然后最重要就是跟他说 我们的marketing plan 你自己本身 如果今天你是顾客 可以赚钱 我觉得这个哦 他们都会buy的 真的真的啊 因为我很多顾客都说 诶 我进了这个 你们艾康会员过后 或者进了这个member过后 能不能够去找人分享 我说可以啊 所以我觉得你看到 现在很多人会去找顾业 对啊 所以今天你不去分享哦 就给人家打了 这样哦 所以这个是我 我就是怎样做到咯 嗯 那我咧 我是呃 怎样子摆到的啦 我 我其实我回想起来啦 我是做了很多的跟进语 不是在12月做啊 而是这么多年 我都一直在做 然后 呃 好像有时候我们会 可能有时候我们在 在做个分享的时候啊 你会觉得哎呀 好像还没有看到成绩啊 还没有 就是那个你还不能够收割啊 你会觉得看不到啊这样子 可是其实不是的 你要你要很相信你在这 你一直以来坚持做的跟进服务啊 你去关心顾客啊 关心你的朋友啊 你跟他们联络啊 感情啊 其实你不要 呃就是做跟进语服务的时候 不是说一直讲 爱他爱他爱他 其实没有的 我很常跟我的顾客哦 其实80%哦 是讲生活上的东西 讲下我的孩子啊 讲下我的 呃我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 或者是关心下人家 那当 当你一直有跟他 一个很密切的联系的时候哦 我当有一个 孙囤一个好料 呃 promotion在那里的时候 我 你一直跟他讲 因为他已经相信了你的味道 嗯 他其实跟进我 不是要这样做回来的 对 那我在呃就是我发音课的时候 我是干扫上了 那个主员 他刚刚怀孕 遇到身体的时候 那我以前就是有分享过很多时候 我是怎么样去 呃在怀孕期间怎么样 吃餐饮 叫做生体 我就教他怎么样去吃咯 那那个主员也很相信我啦 就是我叫他买什么 他就买什么 所以 为什么我们的朋友可以这么相信我们 是因为 我们本身真的是在吃大口 对对 我们本身就是产品的 啊 代言者 对对对 然后呃 就这样子了 所以一个是这样的 第二个是因为我的家人 他就 啊 对 我的家人也是有 support 还吃完 就买大套的产品 然后 我快要忘记起床 我还记得 然后来起床 等次跟我讲 你要花1.5块 然后就跟你说 我发到了 我就是有语气的那一天 我就发到了 然后 然后 然后我很以为自己看错 你知道吗 因为我又在医院 然后我就不是吊着水吗 那时候你看到 他们都打了我 因为你在医院的时候 因为你在医院 你跟我讲 可能你记得快啊 其实我那时候完全没有出生 因为 我啊 还没有快到吗 然后快到我又问你的时候 我还记得我问你 你相信吗 我快到了 我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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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看着说 你不相信我 不是 不是 我不是不相信 你要我抬一招 你要我抬一招 我那时候可以问他 因为你问我 怎样的发1.5 然后 我才看到就是说 我发到1.5 我就在1.5 就发到了 所以我是这样 然后我才知道 他说 他说 你今天要发3块啊 他有放过我 然后 然后我就去发 然后来到PC24 12月的时候 其实我就有3块了 然后我就很开心 因为什么钱是3倍 你知道吗 很多人 对对对 有钱多年了 然后又很开心 然后 然后过来呢 其实没有了 我就有一个组员 他是新加坡 他是医保人来的 然后他经典是有在做数年 然后我叫他出来提 就是很好 他其实我是两年前认识他 然后他就开始了 就是我一直跟他分享 那个分享的以前里面 然后一直就是教育他 他怎么样去把身体照顾好 因为他的孩子 是跟我的大儿子是同年的 然后就教他 然后他就 用产品在儿子身上 然后他就鼓励老公 是这样子 那这一次呢 为什么他 他是自己本身啊 投资1.5块 然后上来 就直接合格director了 所以呢 就是我为什么 但是我很开心啊 我是很开心啊 因为我可以帮助到 我的这个顾客 你知道吗 我可以帮助到他省钱 而且他还可以赚到现金耶 2千多 上哪里说 就都的啦 现金加那个 2千亿左右 对对对 所以真的很好 我觉得这个 这个 这个LRP的这个 incentive 就是不止啊 就是零去可以做到 其实是零顾客 你都可以帮他做到 因为他是 他是可以的 因为爱谈产品 我们都知道是很好咯 只是看你用什么方法 去跟你的朋友 去沟通 然后去帮助他们 对 我还记得我讲一句 你说哎呀 我原本是三块 但是我有个顾客 我自己买1.5个块了 我说好啊 我说好啊 他上打热证 我说继续追三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多人才美啊 哈哈 他算到是他好了 我们很开心 然后啊 那他叫我两个人去 继续追三块 然后再来再来 对不对 对啊 OKOK 哇 真的真的啊 听你们这个分享 我感觉到我热血澎湃 很日了 现在我哭都要脱了 哈哈哈 OK 其实哈 既然哈 大家啦 已经是达标了 我想问一下哈 接下来的五个月里面 因为这个LRP campaign 是刚刚开始啊 你们已经是很日 已经是快到了 那接下来的五个月里面 你们会有什么的行动 朋友有什么的目标呢 嗯 刚才我不是有说到说嘛 就为什么这个campaign 一开始哦 就一定要第一个月就要快到 其实我 我刚才有跟他们分享 其实我跟你们分享过 你想分享什么 你想分享什么 哈哈哈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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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没有跟他们说过 所以你们全部就是第一个题 我觉得 就是 这样多个 就是我在爱她已经是第十二个年头 然后 我觉得 对我来说,今天公司一出,我们就一定要第一批发 第一个做那个女朋友院,或者第一个做第一批的黑马 我现在有讲过吗?没有,恭喜我讲 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 第一就是你团队开始先做 然后你有五个月的时间,你就能够帮你下面进来的人去发 第二呢,你更加掌握怎样自己能够发到更多钱 或者是第二个月不合我,你就知道怎样去帮下面的人发到更多钱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重点,为什么因为我在12月PC23到24我去发的时候 我才发觉,哎呀我原来可以更多钱,可以4.5个point 你问我的目标,我还是觉得不单只是自己达标,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最重要就是你要帮身边的朋友做到,其实我觉得刚才凯云的分享很好 他说到他一个新加坡的朋友,你看他不是做爱康的人 你看他也不是进爱康上课很久,学了很多知识的人 但是因为第一,产品会说话,第二呢,他就真的相信我们这个 marketing plan 就是说今天这个研究一定给你,然后就根据自己分子 假装医学奖去照顾自己身体哦,就这样拿背套 甚至你可以帮你身边的朋友怎样去拿背套,其实就这样点了吧 所以我觉得说不单只自己继续达标啦,这个是必须要的 然后继续要帮下面的主员进来的新朋友 或者是在爱康已经是1010全播,没有帮佛的人了 都不可以被发力佛出来 这个是有坏头啦 你一定做到会想 你们听头前面听到的每个人都一定可以做到 因为他有钢头 我给我们做,明天我会点名讲你们做到 连帮佛儿完合拍摄,对不对 打罗了啊 OK,告诉他 OK, MediaCief Minuten 我的目标是 我现在已经是L五块 就是要继续追三块四块 就算我不讲,隔壁这个人一定将我 几乎卡林就都要付三块 没有,这是4.5个块 9个块 所以我们在前进 因为这个incentive 真的很好 然后我很记得 我想分享一下,以前 公司也是曾经推出类似 的incentive 当时,其实我是大着肚子 我帮我的主员,我还记得当时 在我读,整个人 六七个人都赚钱 然后其中还有两个主员 就是因为通过这样的incentive 因为他们只是顾客罢了 他们都可以快到去韩国旅行 但是我没有学会 我大着肚子生孩子 所以 所以我就很相信 这一次推出来了 又是类似这样的incentive 所以我开心这次我又 重新的去合格 也帮助我的顾客也是去合格 我希望就是将来 其实你们知道这个incentive 如果你的下面 你找到 你有找到六个朋友 你分享六个朋友 或者是顾客 只要六个 好像我这个新加坡的朋友 这样子去赚到他自己的 incentive cash 只要六个 你本身的收入就已经超过五位数了 对 所以现在是很简单 你不需要说将你找六十个人没有的 就是真的就是六个人罢了的 我也是会继续 就算我不说他 也是会说我 ok 我也是会继续 快三个point以上 然后也会栽培 下线也是一起 对 他也是在现场 ok 那个要给你点 那个 那是想听的人 ok 这个就是我的一个目标 okokok 哇 时间过得很快 也感谢感谢三位女生 今天晚上的分享 感谢你们 给你们自己一个掌声 在chatbox里面留言 还有写520 写520来奖励他们一下 各位观众 OK 谢谢你们